館長我跟你說啦 多做一點功課 多接觸一點海外反共人士 多了解中國議題跟國際議題 編劇家跟什麼靈魂出竅 他有說什麼大喇叭是不是 對他算很大喇叭 這個顯得你沒有做功課 你完全跟這個世界脫節 這個詞叫做什麼 中南海聽床師 學起來囉 老師教你囉 中南海聽床師 典故是什麼 因為我睡在中南海 我睡在習近平的床鋪底下 我都在聽他們在幹嘛 所以叫做中南海聽床師 學會了齁 記起來很棒 OK 接下來 為什麼我是這個中南海聽床師 來 這個 我今年九月去美國國會的齁 我大喇叭的人 美國會邀請我 你想清楚啦 還有這個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誰 美國國會對中政策的幕僚長 你要想清楚齁 為什麼他們邀一個大喇叭去 就代表我的功課做得比你多 他們是新任我 還有這個人是誰 美國國家戰略智庫 為什麼找我 為什麼找我 這不這麼簡單 為什麼不找你 你這麼愛評論天下 為什麼不找你 你去過美國嗎 你去過歐洲各國嗎 我去那邊好幾個月 我都是自駕遊 每個城市基本都跑過 美東到美西我開車自駕 歐洲從北到南 我也是開車自駕 我看的經歷的比你多 老是在扯什麼台灣民進黨 什麼什麼通膨嚴重 你真的知道美國通膨多嚴重嗎 為什麼今年川普會上台 你知道美國的通膨多嚴重了嗎 你知道一餐一百 一百美金的小費加稅要一百三一百四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你沒去過美國 你不要一直把他當像他老爸嘛 館長明天就買計畫去 你再問了問題他都沒辦法回答 你接觸到這些人嗎 你永遠接觸不到 是 你估計你可能接觸到中國人大的機會 會比較高 趕快跳返 更可怕的是因為有牽扯到金融的東西 還有這些中間人的名字 全部會出來 什麼叫金融的東西 中國那邊的金融 那邊的銀行 跟台灣這邊的 OK 我們現在有國安單位在聯繫 要保護我們 真的假的 這太大了 這太大了 所以你真的說下一集更可怕 那我想問喔 我們先不談內容 就某一個地方 異世界的金融 跟台灣可能有牽扯到關係 可是你說這件事情 你原本擔心到 你在高速公路上 可能會被追撞 可是你說這是事實 因為國安單位也在保護 對 就最近都在接洽 還有警證署 都在跟我接洽這個東西 是 因為真的太大了 我因為這個影片 不是在我一個人身上而已 我有16到18個親朋好友 手上都有 我今天不測全部發出去 如果有一天你消失了 其他人會幫你發上去 包含他 OK 我這邊16個 他那邊也是十幾個 二三十個都有 好 那我們既然 那你們不能為了想看 然後就做這種事情 不會不會 就掛了 這樣 現在看起來 那個滅口你們兩個也沒用 我公開講 滅口這兩個也沒用 還有14個 滅口兩個還有14個 你聽說你今天非常非常氣 你說你跟館長氣到 你要跟館長打全賽 對 我要跟你 看著見鏡頭 跟館長嗆聲一下 我們是用生命換來的紀錄片 被說是編劇家 我替八獎感到非常的不平 再來我覺得 館長 你意識形態各方面的 一直轉來轉去的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你變了 今天我要跟你打一場全賽 喔 因為我真的想 喔 喔